丽畝這個是檢查完 詞麗 boo 曲節喔 歡迎 各位來到一新美術館 出席 一新 文化系列講座 一新美術館是由宣兆民基金會創辦 在2015年正式開館 美術館的宗旨是和藝術家、藏家和文博機構合作 去舉辦展覽、講座等等的活動 推動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 我們講座即將開始 請大家將所有的響鬧裝置調教至正音的模式 我們今天的講者是美術館的總監楊春堂先生 題目是絕代風華、元彩 事不宜遲,我們有請楊先生 大家又大了一歲 越老越可愛 增值 多謝各位新年又來 新年又來、舊歷年又來 連年都來 連年都有今日 新年快樂 今天講一個比較冷滿的題目 因為歷來 我們講中國歷史很少講元朝 給人感覺 元朝對我們漢族人來說 不是一個很光彩的日子 不過我們現在看回 元朝是中國人最偉大的日子 當然我們走到八百年前 漢族人和蒙古人是對立 漢族人和周邊很多少數民族 都是對立的 全世界任何民族 都發生同樣的事情 到今時今日 我們看著人以往的敵人 都是我們的同胞 變成蒙古人 都是我們中國人 我們以前所講的大理人 就是雲南 當然是我們中國人 西藏以前叫吐波 也是中國人 但每一個朝代 因為漢族人和他們 有時和平相處 很多時候發生戰爭 為什麼呢 未必是漢族人 就可以進侵他們 因為大家很容易理解一件事 就是小種民族 他的生活環境 是比中原一帶 江南甚至華南一帶 是相當惡劣的 在一個這樣的生活環境之下 他們賺食很艱難 又沒有民族 看天女做人 又不可以耕莊 經常要遷復 氣候又反常 又大冷大熱 因此他們生存很痛苦 為了生存 一定要尋求出路 所以在北方的匈奴人 他們沒有辦法 走去南方去尋找 圍繞我們西北那邊的 少數民族一樣 一樣要走進來 到今時今日 我們政府都要緩衝一下 這些資源的分配 天然的資源都沒有辦法去左右 上天的安排 但我們現在可以 將物資運到邊區 或者我們大家 民族的共融 但在古代來說 我們要慢慢來 去到宋代 大家打開中國歷史地圖 宋朝是我們歷代的漢族人建立的帝國 版圖最小 變成很多人感覺 宋朝人文則彬彬 讀書人 當然是打仗不聰明 我們試試看看 宋朝是什麼社會 是什麼情勢 我們知道 北宋統一了中國 在五代之後統一了中國 但版圖越來越小 因為旁邊有當時的少數民族 到今入侵中原 漢族的政權被迫南遷 下面是南遷 這邊是金 那邊是蒙古 這邊是西遼 這裡是西夏 這裡是兔博 下面是大理 這個就是中國的版圖 南遷就縮在長江越南 金就在我們古代的中原 蒙古就佔據了以前的寮 他就趕寮的政權去了中亞那邊 變成西寮 西夏就是絲綢之路的門口 其實西夏不是太遠 山西都是屬於西夏 韜波就是現在的西座 大理就是雲南 你可以看到 就是現在的中國 在南宋的時代 大概八百年前 原來我們的國家還未統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 是分離了七個地方 那七個地方裡面 只有我們說南宋就是漢族人 其他就是少數民族 是每一個少數民族 是佔另一個地方 那蒙古呢 蒙古族 就是崛興於一、二、零、六年 如果沒有記錯 那當時呢 就大家讀書都知道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 在一、二、零、六年 建立了大蒙古國 那當時 元朝是很後期才是 有個國號叫瑜 叫大蒙古國 那他 成吉思汗 他統一了他的大幕 就是內蒙外蒙 成為大蒙古國 那大家都知道 內蒙外蒙都不是一個富庶的地方 因此他又好像走回歷史那條路 一定要南侵去賺食 當然他很成功趕走了以前的所謂寮 即是涉丹人 涉丹人一路趕走 去了那邊 大概是中亞那邊 即是絲綢之路的西邊 建立了西寮 但是蒙古人發現 涼是最弱的 因此他第一個要對付 就是成吉思汗 就要滅西寮 去霸了西寮這個地方 一、二、一、八年左右 成吉思汗成功 攻佔了西寮 與西寮旁邊的中亞 中亞 如果你們現在說到 涉籌之路 新疆再對開的中亞 就是烏之鼻黑 吉爾吉思 這些中亞的國家 即是說 成吉思汗在當時來說 他的勢力已經去到中亞 然後 要做的事就是 打金 南宋和金 當時來說是死敵 南宋的政權 以為很聰明 跟蒙古人合作 三文字夾著金 聯手 就要 吞金 當然成功了 但成功了之後 蒙古進來 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就是 南宋要正面去面對蒙古人 所以蒙古 就進去中原 下一步 就去對付西夏 他在1224年 滅了金 然後在1227年 滅西夏 當年發生一件 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成吉思汗病死 所以成吉思汗 他見不到 他的蒙古族 去攻佔了整個中國 但是他開創了 他這個帝國 在1227年 蒙古佔了西夏 但是成吉思汗病死 即這個大韓病死 不過不要緊 他有四個兒子 他有四個兒子 就完成了他的霸業 下一步 打了吐褲 西藏 跟著 滅了大理 最後就剩下南宋 我剛才開場說 宋是一個很弱的帝國 但是竟然 現在蒙古人要打 漢族這個南宋的政權 打了四十幾年 他打金 西夏 西寮 吐褲 大理 全部都很快脆 從這個客觀的史實 我們看到 宋朝的軍隊 是不是弱雷 未必 打了四十幾年 打了四十幾年 在1276年 才正式攻佔了南宋的首都 就是臨安 韓州 將宋帝秉 兩兄弟 一直趕到香港 到最後 在1279年 宋帝秉 就是 被陸秀夫 揹著 跳了下 珠江喉 正式整個 宋朝的帝裔 就忘了 我們看到 由1206年 到1279年 蒙古族 經歷了 七十年 左右 才 統一了中國 七十幾年的歷史 這七十幾年的歷史 花了 我們今時今日去看 其實是一個 不是短的時間 但另一方面 我們再看 蒙古人 他建立這個帝國的歷史 除了 他要去中國 中原 但另一方面 他要去西征 西征 西征的意思 就是經過絲綢之路 打入中亞西亞 但是西征花了不太多的時間 竟然做了什麼 整個亞洲被他霸殺 我們又去看 他打我們入中國 竟然花七十年 但是他要佔整個亞洲 去到歐洲的東邊 打到入波蘭 都是這七十年來的歷史 而將他的霸佔土地 分給四個兒子 於是成立四個漢國 從這個客觀的史實 我們要看看 蒙古人 他有什麼本領 去完成這個霸業 為什麼 他要打入中原 打到南宋 要花這麼多年的氣力 但是竟然間西征 可以打到現在的莫斯福 幾乎這些蘇聯 即是俄羅斯的大城市 去到歐洲東部波蘭 不要說現在的伊朗 伊拉克 中東那些 全部都是蒙古人鐵旗之下的弱者 我們以往去分析蒙古族 為什麼突然間霧起 傳統來說 就是蒙古的軍隊 最主要就是他的騎兵 他最厲害的武器就是他的馬 蒙古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法律局跑馬是跑蒙古馬 因為我們中國最優良的馬種 就是來自蒙古 大理有馬 其他有馬 但是大理的馬是很小隻的 但是蒙古馬是比較高大 但是如果跟歐洲馬比 跟澳洲馬比 跟阿拉伯馬比 蒙古馬 就很小 你怎麼看到 蒙古馬很小 當然你現在就可以蒙古看得到 走到中國北方看得到 但是最簡單 你看秦始皇兵馬有的馬 人站在這裏馬在這裏 馬的頭部和人高 但是如果去到中原是沒有馬的 我一直以來做講座 我都講到中國歷史是一個馬的歷史 因為漢族人是沒有騎兵的 所以整天打仗都輸了給小數民族 後來就學騎馬 學騎馬始終都不及得小數民族的馬術這麼高明 小數民族教會我們用大歐綁皮帶 教會我們有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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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教會我們不要用劍去打仗 是用刀 所以騎馬的時候就不要用長槍去打 就用刀去砍 這全部就是經過這麼多年的血淚 教會我們漢族人 就是中國的軍隊要有騎兵 蒙古馬的長處是什麼呢 就是黑虎內隆 這個是上天安排 我們中國人一定要黑虎內隆 這裡沒得說 蒙古馬生的樣貌就完全醜鬧 又是中國人的樣貌 你可以不同意我所說 但是 由秦始皇被馬勇 一直落到元朝千多年的歷史 中間經過很多場的戰爭 包括了蒙古馬 包括了 後來我們叫蒙古馬 當年 就是蒙古族未定名的時候 我們沒有蒙古這個名 是吧 最早其實是兇奴 後來就是突厥 慢慢演變到到成吉思王統一個大幕 才定名為蒙古族 但是我都曾經說過 在唐朝的時候 我們中國的軍隊 就是在烏茲別克 現在的烏茲別克 和阿拉伯聯軍 決一死戰 在公元731年 這場戰事就是中國的 我們姑且用一個名叫做蒙古馬 或者當時的特決馬 和阿拉伯馬 決一死戰 結了一大敗 所以如果說世界馬種來說 阿拉伯馬是優良的 蒙古馬 即是特決馬 它那個追打的特色 就是 克虎來勞 始終這四個字 但是如果說跑得快 阿拉伯馬 跑得更快 歐洲馬 如果改良的種 就是澳洲馬 因此現在我們香港 到了1950年代 香港和中國內地 斷絕了一個交往 沒有馬 又要跑馬 又要倒馬 又要賽馬 於是就引進了英國馬 英國送馬過來 多少錢 是吧 到了後期就引進了澳洲馬 因此我們今時今日 香港的賽馬 已經沒有了蒙古馬 全部就是歐洲、澳洲的馬 我們看到 你現在看到 你不需要去馬場 看電視都看到 全部都是高頭盡馬 零射高大 他跑得很快 他跑得很快 好像歐洲人 百種人的體型一樣 如果將我們蒙古馬同一比 好像感覺大人和小朋友之分 不過 在800年前 蒙古人騎他的土生土長的馬 就是打到入歐洲 為甚麼呢 他是長途馬 這件事是世界其他馬種沒有的 沒有這樣的特質 這個長途馬 就令到 當時的軍 即是歐洲人 或者中亞的軍隊 覺得 蒙古 這些騎兵 好像 從天而降 想不到他這麼快 因為原來 蒙古的馬 不需要休息 就是這樣跑 就是這樣跑 這個是歷史上 講傳統戰爭 歸過為甚麼蒙古族 能夠 這麼大的武功 不過 有一件事 一般人是忽略了的 蒙古的馬是厲害 蒙古族 他本身當然是強悍 就是從心理學來講 一個自知史地 後生的小數民族 如果他不去打 他就生存了 即使你對方多大多強都好 都始終要他打 就是視死而歸 這件事 就是我們養尊處丘的 中原的漢族人 是輸了這個氣勢 打去中亞西亞 以及歐洲 又怎樣情形呢 最主要 當時的世界 全世界都沒有 只有中國人有 火藥 火藥 是我們漢族人 在南北朝的時候 道士連丹 連丹為了長生 連丹就用一種 物質叫做燒石 一種物質叫做硫磺 將燒石與硫磺 這是氧化甲 去連丹煲藥 當然 吃到他們不生不死 是吧 歷來這麼多皇帝都已經吃丹 已經吃死了 漢武帝也吃死了 唐太宗也吃死了 如果不是唐太宗 還可以長多幾年命呢 唐朝的領土更加港元 因為唐朝的領土已經去到烏紫別克 哈薩克 很厲害 但是 煲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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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突然間爆炸 即煲焦了 爆了煲 死了很多道士 他們繼續去練 發現為什麼呢 當然 這麼多年來 他練的先丹 我們都看到是不成功的 一直到明代都不成功 到今時今日我不知道有沒有先丹 可能有肥仔睡 但是 蕭石加流王 後來 在唐代的後期 軍事學家 即是那些將軍發言爆炸 這樣東西就很聰明 再加了一件事 木炭 就有它爆了 一爆的時候 因為加了木炭 燃燒力更增強 爆炸力更大 所以去到宋代開始 我們宋朝的兵工廠 開始做火藥 即是做火藥不是用來養生 是用來做軍事用途 去打敵人 當時全世界沒有的 我們中國四大發明 火藥是其中一件事 因此宋朝的兵工廠 做了火藥之後 去打金 即是打女真人 今朝 偷師 學 就學 為何不學 你有火藥就去偷師學 學完之後 蒙古族又學 所以 蒙古 即是成吉思汗 他的軍隊 為何 打到中亞西亞 歐洲 這麼厲害呢 因為其他地方沒有火藥 曾經在歐洲一個記載 在波蘭一腳一場戰役 他說中國軍隊 打到來的時候 竟然看到 一條龍 去噴火 他說那條龍噴火 當然不是神話 他指的龍是什麼 是那個火藥的大炮 噴火出來 他覺得我們的軍隊怎麼輸 原來中國人那條龍 是這麼威猛 我們看看宋代的兵工廠 做三種火藥 火炮火藥是燃燒性的 即是一支火槍 是燒敵人 質泥 是一種植物 有刺的植物 如果我們說鐵質泥 其實就像波一樣 有刺 是鐵的 是金屬 把鐵質泥 放在火藥裡面 一彈開去 爆炸 一開了 這些鐵質泥 就好像飛鏢 就傷害敵人 這件事最厲害 毒藥煙球 毒煙 一爆 就出煙 出煙 其實它的煙有毒 所以剛剛我所說 蒙古軍隊打到歐洲 用這一點 毒煙 就是它的火爆開去 歐洲的軍隊吸了這些煙 是致命的 從這一點我們看到 就是中國人的四大發明 是令到中國人 建立一個歷史上 沒有其他民族可以做到的事情 佔命了整個亞洲 四大發明裡面 火藥 紫藍針 如果蒙古的騎兵沒有紫藍針 它當失落 傳遞不到消息 當然印刷術 活版印刷是宋代發明的 我感覺 蒙古族未必能夠這麼功名用到印刷術 但是只將紫藍針 或者當時的紫藍車 加上這麼厲害的武器 就是幫到蒙古族騎著蒙古馬 打到歐洲 這幾樣東西 是當時世界其他地方是沒有的 是完全沒有的 這個火衝 其實就是我現在所謂的槍 在宋代的時候 用大燭星做一支槍出來 裡面塞了一些火藥 彈開它 所以在宋代的時候 即使南宋已經發明了火箭 是將箭包了火藥射出去 早期的火衝 要兩三個人抬著 到後來 金人 就已經發明了一個人可以擔住它 到南宋的時候 不是射一支火箭出來 而是射幾支火箭出來 你可以看到 為何蒙古的軍隊 和南宋的軍隊可以糾纏四十幾年 因為大家的武器奇古相當 雖然南宋的軍隊 騎兵不夠力強 但是南宋的火氣夠強 蠱爾蒙古族成吉思汗帶著他的鐵騎 就拿了漢族人的新發明 打到歐洲 一二七一年 成吉思汗的孫 忽必烈 叫做元世祖 清除了西夏套播 就將它的國號 改為元 英文所謂No.1 第一大帝國 第一大帝國 他封自己的世祖 當年世祖就是 我們後來 因為他是開創者 忽必烈 到 1279年 整個中國統一了 我看到當時元朝的版圖 我們不說忽必烈的西叔伯 在中亞和西亞的幾個韓國 不說了 只看元的版圖 朝鮮 你知道現在的南韓北韓 有一個很多香港人去的地方叫濟州 濟州島都是中國的 西伯利亞 蘇俄羅斯的副業島西伯利亞北面都是圓的 去到烏茲秘克都是圓的 去到南邊 越南 泰國 柬埔寨 緬甸的北部都是圓的 元代 元朝的版圖 現在的小型的國家 尼泊爾 不但屬於元朝 石金現在是印度的保護地 但在元朝的時候屬於元朝 只有一個地方 在東亞洲 仍然很驕傲 蒙古的軍隊 佔不了他就是日本 因為蒙古的兵 打到日本 但他要坐船 所以蒙古的馬運船狼 馬運船狼 馬運船狼 沒有辦法 所以日本人不是很牙拆 說我多強 中國人 打到日本 都打不到他 真的打不到 這個就是 蒙古的馬運 上船的時候 就搞不定 但到了元朝 統一了整個中國的時候 元朝的政府做了一件事 是影響中國整個命運 就是中國人要下海了 西北的絲綢之路打通了 但是南邊的絲綢之路 他要做 他要開床 怎樣開床 因為有指南針 以往一路以來 中國人是用指南車 一個車仔 但是後來 因為在船 船和陸路的交通不同 陸路交通 你都可以猜猜一下 在大火那裡 東南西北 你真是不知道 所以到了元代的時候 就是元朝政府 有一個德政 這個德政是反映當時 我們中國的海路交通很發達 海路交通發達 不是元朝要透過海路去打 因為他已經打過了 他不需要用他的海軍去打 他只不過利用海路去通上 有一件事就是 中國人 很敬重一個海神 叫做馬祖 馬祖是宋朝的一個福建的女生 傳遞的女生 後來因為他保佑了船民 而且他懂得預測天氣 因此那些人就叫他做媽媽 雖然他二十多歲 為了救那些村民 淹死了 在宋代的時候 已經封他是夫人 供奉他 但是到元朝開始 馬祖 就叫天飛 將一個一品夫人 升格了做飛 到明的時候 正式將馬祖封為天后 我們從這個民間的信仰 可以看到 政府 可以懂得利用信仰 去統治國家 他將老百姓 景仰一個海上的保護神 去升格 即是說 政府是支持這個航運 一個直直無名的 福建蒲田的儒家裏 變為天飛 到明代 將他繼續封為天后 所以天飛天后 和玉皇大帝沒有關係 他們不是夫婦 玉皇大帝的皇后 叫玉皇母娘娘 大家不要誤會 馬祖是獨立的 她的丈夫不是玉皇大帝 為何是天飛 為何是天后 因為他的功德 和法力比天高 這是老百姓的心意 所以為何由宋到目前 天后 在很多南方中國人的心目中 很神聖 是比美於觀音 北方當然 北方的行為沒有那麼發達 我們看到 袁世祖 忽必烈 是一個 其實當時來的一個很好的中國皇帝 當然 全港的中國歷史書 元朝有很多 不開心的事情發生 尤其是 說到一個黑暗時代 到今時今日 說這麼多傷心的事 大家都不高興 大家都情緒低落 太多不開心的事 不如說說正面的事情 這個就是忽必烈 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皇帝 蒙古族的樣子 沒有騙你 他戴著什麼帽子 穿著什麼衣服 帽子和衣服是什麼顏色 是什麼顏色 不是色馬亞都膽說 不是色馬亞都膽說 白色 皇帝穿白袍 唐朝天子 宋朝皇帝不穿白袍 蒙古皇帝穿白袍 很清楚告訴我們 白色的毛 白色的毛 是沒有花紋 好了 我問一問後面的朋友 你看到我的衣服有花紋嗎 我的衣服有什麼顏色 小朋友的衣服有沒有花紋 他看到沒有花紋 其實我騙你們 因為你這麼遠看我的衣服 你看不到花紋 是看到我的顏色 蒙古人 他看蒙古人 不是近看的 是遠看的 是遠看的 你騙一隻馬 所以他看在後面 那個蒙古人 他看不到你穿什麼衣服 他看不到你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所以蒙古人 去看事物 這是邏輯 軟看顏色 近看花 花就是花紋 絕對是合情合理 我們不是騎馬 我們近距離一起去聊天 當然看到我有沒有花紋 他看不到你穿什麼 裝飾 但是在一個大草原上面 你離遠見一個人 只能看到他的顏色 所以遠看顏色近看花 就是蒙古人看事物的一個據點 因此 對他們來說 生活上顏色是很重要的 他和我們看作人的感覺不同 我們看作人 就要講究那個裝飾 但是少數民族 因為他是一個遊牧民族 走來走去 他所看的東西 最主要是看到顏色 我們看 他穿白袍 先講 他的衣服 帽子是不需要裝飾的 因為裝飾 對少數民族 對蒙古人是不重要的 是單純的 因此早期的蒙古人 的服飾 是單純的 是素色的 只不過這種素色 偏偏他們是喜歡白色 是素色的 因為那些本身 都是朝明無恥 黃色 叫明衙 有些人 是眾貿易 尊啰 講 在這首寸 那些本身 不想就是 於這一範圓 和文化 可是 以為 周朝明大 最原始的我們叫薩曼教 是一個當時的土話 我們也叫薩曼教 後來蒙古族又信佛教 這些後話的事 甚至有很多少數民族信了伊斯蘭教 但基本上他們歷來在大漠北方 他們信薩曼教 薩曼教有一個很基本的信念 就是善和惡是對立的 這個很容易明白 何謂善何謂惡 善就是白色 惡就是黑色 所以白色是蒙古族的吉色 吉長的吉 吉色 所以蒙古人是不喜歡黑色的 所以你走到大漠 如果見到他們穿黑色的衣服 其實他們是蒙古族的賤民 即是被人遺棄的人 基本上他們不想穿黑色 因為黑色是不祥的 是代表惡 所以他們是善 我們看到蒙古族的財產是甚麼 是馬 其實整天騎馬 為甚麼騎來騎去玩 是木羊 其實它真正的財產是羊 羊是甚麼色 是白色的 是白色的 那些是綿羊 不是山羊 是綿羊 綿羊的毛是白色的 經常拿了些羊毛 賺到多少錢 每天在羊身上拿到一種財產是甚麼 就是羊奶 羊奶是甚麼色的 白色 所以歷來的小眾民眾 它的吉祥色都是白色的 因為動物的奶 是它們的生命之餘 甚至它們的嬰兒 都是食母魚 都是白色的 它們的觀念是很厚厚的 很厚的邏輯 絕不迷信 所以它們的財產 基本上是白色 但是羊是怎樣生存的 羊是要食草的 草是甚麼色 草是綠色 怎樣才有草 有水 水是甚麼顏色 沒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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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算 怎樣才有草 除了水 泥土 泥土是甚麼色 黃色 有水有泥 草就生了嗎 有太陽 太陽 在哪裏 天空 天空 天空是甚麼顏色 好像教幼稚園 沒有獎品 你們 沒有獎品 只有一個晴天 先有青草 有青草 先有牛羊 所以你走去大漠 一個蒙古包 是兩種色 頭額頂是藍色 那個蒙古包本身的色是白色 藍代表天 白代表地 地上就是奶 就是善 善良的善 就是善良的善良的善良 好了 所以蒙古族 即使去到皇帝 戴白帽 戴白袍 戴白袍 我們看到漢族人 天子 由唐開始 那支角旗是甚麼色 紅色 去到蒙古 成吉思汗 蒙古族的崛起 因為他們的信仰 所以蒙古那支皇帝旗是白色 是白旗 蒙古的軍隊一路打 即是說中國的軍隊一路 是扯著白旗 一路去打 如果打到某個地方 見到對方 升起白旗 即是表示他已經臣服於中國 所以我們看到蒙古族的顏色 穿著白袍 腰纏著藍色帶 束著 舉起白旗 拿著軍刀 騎著一隻 很醜陋的蒙古馬 馬可布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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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元朝做過官 在由記 曾經記載過 快要農曆新年 春節 馬可布羅在 春節的時候 見到 中國大地上的中國人 在新年期間 全國穿白色衣服 如果你聽信馬可布羅 拜託 三個禮拜後 每個都穿白衣服 全國衣白 是白色 這個觀念 就不是來自我們漢族人 是來自蒙古族 白是一個吉色 承吉思汗的夫人 就是她的太太 這個皇后 什麼顏色 不是白色 不是白色 是白色 最難得到的資源 是什麼呢 就是火 我們很難去生火 你BBQ 在火爐 幾十年前很辛苦 現在當然有很多 古惑的東西 是吧 現在撥起煤氣 就是整個電製 一定有火 但是以前的農村 如果我要起火 很辛苦 你用紙去起火 那些紙是資源 哪有這麼多紙 我張草紙要去廁所 留回去廁所用 哪有新聞報紙 全部很貴的東西 燒了一本書 不得了 在山上斬柴 你要生火的時候 要轉木取火 要打石仔 買火藥 會炸死你 火藥都很貴 所以 歷來呢 我們要強調 新火相傳 之後 透了火爐 火種一直要維持到夜晚 到夜晚煮完飯 都不敢關火種 這個要一日傳一日 新火相傳 很痛苦一回事 因此火是很矜貴 蒙古族一個文化落後的小數民族 當然看到一樣 比我們漢族人更痛苦 因此蒙古族 有一個信念 叫貴熊 紅色是非常矜貴的 因為火是紅色 白 它不是叫貴白 它叫上白 因為白是吉色 所以全民都可以穿白衣 但是不可以全民穿紅衣 因為紅是矜貴的 只要皇帝 三品官以上 蒙古的高官 蒙古的貴族 才可以穿紅色的衣服 是表示它的尊貴 所以 貴熊 這件事 出現在元朝的中國社會 是影響很大 你走回入時光隧道 去到元朝的時候 雖然大了一百年 你只穿紅色的衣服 不得了 你偷雞 但是 你進入時光隧道 你發現 整條村都穿紅色的衣服 為什麼 你越不讓它穿 它越偷偷去穿 因為表示 裝矜貴 自己騙自己 所以 貴熊 紅色的衣服 紅色的帽 蒙古族 這頂帽 很高的 我們叫菇菇帽 蒙古族要登天 怎麼登天 大頂高墓 蒙古族要死後登天 所以 它在墳墓的壁畫 畫一隻馬給它翼 一隻飛馬 將死者的靈魂登天 所以 蒙古族的婦女 是戴一頂高的帽 是很少有的 你再仔細看 她頂高帽 好 這些是甚麼顏色 這些是甚麼顏色 白色 這些白色 因為她是皇后 基本上是甚麼 是珍珠 因為珍珠是白色 蒙古人上白 你沒有白色 就點幾點白油上去 你有錢就買幾顆珍珠上去 皇后買幾顆珍珠上去 所以 蒙古的貴族 婦女貴族的姑姑母 就傷珍珠 珍珠是一種寶貴的材料 就因為 它是白色 同俄灣 有個避風塘 現在你去同俄灣地方塘去坐艇 坐不到 除非你買了一隻遊艇 但我小時候住在同俄灣附近 即我不是有錢人 現在住在同俄灣應該都挺高級的 但是經過同俄灣的儀禍街 牽尼斯道 還有電車路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很多金譜 現在都有很多金譜 當然現在的金譜已經成為大集團的專利 差不多了 但在五十六十年代的金譜 很多個體戶 你現在經過同俄灣都見到一些獨立的金譜 為何同俄灣開了金譜 旺角開了金譜 因為旺角有避風塘 同俄灣有避風塘 避風塘的活動的人是甚麼 水上人家 水上人家的財產是甚麼 是金 他不信銀行的 水上人家不可以買隻羊放在艇上 不可以買隻馬放在上面 不可以買一架賓士放在上面 他只可以買一樣貴重的東西 而是體積很小 因此水上人家的子女叫大金大銀 他已經有錢去買金器 把金器放在艇上 他的生命和金的財產 同一命運 南方的旦家人去買金 北方的小數民族也要擁有金 南方的旦家人把金放在艇上 北方的小數民族把金放在馬背上 是由一個地方去到另一個地方 所以蒙古族 是特別愛好金 如果你看回元朝的文物 大部分是金的馬具 金是很貴重 比金次要就是銀 所以擁有不到金 就買銀 如果你買不到金而買到銀 就把銀塗上金變成假金 所以元朝的藝術就是這樣產生 成吉思汗和他兒子 由一個窮江彈 變為一個帝王 擁有世界上最偉大的財富 他變了一個步伐 他本來一無所有 得分一兩兩金 但後來他變了幾千萬兩金 於是他有另一個手法 除了穿紅袍 除了穿白袍 他要穿什麼 有金的袍 是金線秀的袍 所以在元朝的時候 就流行了一件事 叫積金感 綿布也好 絲綢也好 上面就用金線收了圖案 如果它本身不是真金的金線 就染了金的銀線 染了金的鐵線 那些是無牌貨 這一件袍 就是用金線秀滿了圖案 我曾經有幾個講座講過這個服飾 這個就是由琴 這個是漢族的特色 它的卑是什麼 是半卑是半咒 它不是我們漢族人的大咒 這個完全符合了少數民族的要求 它雖然這個色是一個造色 即是不分造白的黑色 但是它最重要呢 它是積了金 這個金呢 就是如果我們細看 你後面看不清楚了 就是 西方的一種植物的圖案 叫做隱東文 這個隱東文是西方傳入的 因為 三 對一個暴法戶的蒙古族來說 三是很重要的 我可以告訴各位 我們中國歷史上 如果講過工藝的成就 你要研究 什麼都不需要研究 研究一個服飾就可以了 從新社時代 一直打到清朝 我們任何的工藝圖案 裝飾什麼都 都是看著衣服去做人 這個很簡單 我們的祖先呢 最主要呢 就要講著衣服 所以因此你不要不穿衣服 不穿衣服呢 不是我們傳統的文化 因為不穿衣服呢 代表不到你是富貴 所以要穿衣服 穿衣服呢 最後的境界就是什麼 繁華 高貴 怎樣顯示你的繁華高貴 就是金 沒有金就是銀 所以積金積銀 影響到 在 報又好 絲綢上面的圖案 時時出現了一種圖案 屯花圖案 屯花就是圓圈的 一屯 就是用圓圈去仇 這是一個工藝上的方便 所以是屯花 如果皇帝就屯龍 屯鳳 甚至有屯絲 全部呢 構造是圓圈 屯花裏面呢 尤其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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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流行 由唐代開始 我們中國漢人很喜歡的寶相花 寶相花就是一種變種的蓮花 就是一種蓮花 很多花繁 由上面看下來 所以變成一個圓的構圖 屯花屯龍屯鳳屯屍 全部是圓 非常流行 但不是說元朝獨有 只不過是特別流行 因為呢 它要用金線去織化 好了 龍和風 皇帝 是貴族也好 而在元朝呢 特別多 為什麼呢 沒有龍沒有鳳 不表示它尊貴 因為它怕人說它不尊貴 所以大量用金線 大量去出現龍鳳的圖案 我們中國人呢 兩隻角的龍 五爪的金龍 就始於元代 即是說 可以看到 忽必烈 是將我們這個龍鳳的這種藝術 推向一個高峰 五爪金龍 就是元代開始 到了明朝 清朝呢 將五爪金龍 定了是什麼 皇帝的專利品 屯絲 兩隻絲 兩隻絲 是左右對住的 左右對住的植物 或者動物 或者是樹有什麼都好 人都好 是什麼風格 波斯的風格 波斯的風格 左右對稱的 這種圖案 很多人以為 是我們中國人發明的 其實不是 是唐代 波斯 即是伊朗伊拉克人 流行的藝術圖案 存在入中國 所以 你看到 大量唐代的藝術品 都是對稱的 兩隻鳥 大家互對 兩棵花是互對的 這個是波斯圖案 在元代 大家都知道 元朝 受 中亞、西亞影響 肯定大 是不是 因為西亞、中亞 是什麼 是中國人的地方 是自己的地方 因此 波斯這種圖案 曾經流行於唐 一度失傳於宋 因為宋 絲綢之路是斷了 見不到 但去到元 中亞、西亞的藝術 入回來了 除了這個對稱的圖案之外 就是 伊斯蘭 就是這些中亞、西亞的國家 信仰 就是很多動物給予它 這個 積金感 圓圈 兩隻獅子對稱 兩隻獅子有翼 可以看到 就是 在元朝 蒙古這個帝國之下 把整個亞洲的藝術 共成一路 這是一個邏輯 而我們 居住在中國地區的中國人 是沒有排斥的 是完全設立了它 為何元朝的編織 這麼發達 我們漢族人 當然可以積到絲綢 甚至可以有很高明的刺繡 但不要忘記 西亞、中亞的人 他積無尊很厲害 所以那個編織藝術 不一定我們中國人都很厲害 因此元朝的時候 西亞、中亞這些編織藝術 又傳來我們中國 這是正面的得益 所以元朝人 講究穿衣服 要不就素服 白色、紅色 紅色很少 如果不是你要尊貴 不就要積感 一積感 就容納西方的編織藝術 而我們漢族的傳統就是刺繡 這就是金色、金線 中國風格很強 兩隻鳳對稱 旁邊就是中國傳統的花 金色為主 這也是元朝人講究顏色 就是這個金色 金色的碟 什麼圖案 如意的雲 雲 這裡有多少塊雲 四塊雲 裏面 又是四塊細雲 原則上用四去編排 是一個金 那裏面背景的圖案是花 是菊花、蓮花那類 或者茅丹花那類 如意呢 是傳統中國的圖案 那四 或者叫四頁 或者叫四範 上一次的講座也提到 另一個名詞 名詞 叫廢題文 廢就是一個尺 尺上面 就是四塊頁 這有個定 你知道我畫什麼嗎 這就是個題 廢題文 但是廢題文 是一般人講的 骨子裡 我們傳統的漢人 漢族人 發明這個所謂四葉文 四範文、廢題文 那個歷史很久了 它可以追到什麼時候呢 在雙周的時代 它代表什麼呢 四方 四方的花 世界上沒有四方的花 但是 我們古人發明四方的花的圖案 是代表一個觀念 這個觀念 就是這個觀念 在座的 在座有些朋友叫這個名字 你知道為什麼 昏方的花 華就是花 花就是華 草花頭的方就是分方 沒有草花頭的方就是四方 所以要表達 分香的花 我們古人就用了四方的花葉 幾高的境界 幾高的境界 所以 這個境界 由雙周三千年前 一路傳到元代 以至到明清 三千年來 我們都是要彩花香 就是追求的方華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大蒙帝國 是把 中亞西亞 一個流行的文化 中亞西亞流行的文化 是什麼文化 就是伊斯蘭文化 將伊斯蘭文化 引進來 而跟我們傳統中國的 道也好什麼都好 是融合一齊 這個是文化的共融 亦都表現了 我們中華民族的一種包容 文化的包容的特色 但最可惜 我們中國人 這麼多年來 是有一個死穴在哪裏 我有一次去韓國旅行 韓國的導遊問我們 他說 我看你們香港人的電影 和電視劇集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不是無間道 不是警匪斷 是什麼 爭家產 全世界人都爭家產 偏偏你香港人 怎麼出氣都爭家產 你打開報紙 又是爭家產 沒有錢又爭 有錢又爭 兄弟又爭 姊妹又爭 爸爸和媽媽又爭 爭到無了期 孔子說我們要講倫理 兄弟有六 夫妻和好 蕩然無處 中國人建立一個這麼偉大的帝國 分了給四個兒子 但竟然很快就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親兄弟都互相猜忌 原世祖忽必烈 他霸了地盤 就是中國 他的宿伯兄弟就霸了在西亞中亞 但是忽必烈很怕他的兄弟 反咬入中國 兄弟都沒有情過 這件事就製造了一個歷史上 一件很大的民族迁徊 忽必烈很怕他的兄弟 從思路走入中國 殺了他自己 拿了他的元朝帝國 所以忽必烈想了一件事 在當時武功最好的僱傭兵 是什麼呢 就是阿拉伯的僱傭兵 唐朝叫做大食人 就是西亞 是伊斯蘭的信徒 所以忽必烈 就是從阿拉伯引進僱傭兵 經過斯洛 進來中國這個版圖 擺了他在現在的甘肅 寧下 就幫忽必烈守住這個大門口 所以忽必烈說 不需要拿我的蒙古子弟兵去打 也不相信漢族的兵去打 就去找當時 搖勇善戰的阿拉伯僱傭兵 幫忽必烈守住這個斯洛門口 這班僱傭兵是伊斯蘭的信徒 一守守了百多年 因此忽必烈和他的子孫 就要叫這班僱傭兵的太太子女 從阿拉伯遷入中國 所以在甘肅寧下 就成為一個回族自治區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好像有中國的回族自治區 住在中國地方的回族 他的祖先是阿拉伯人 他的祖先是幫中國皇帝去打仗 和什麼人打仗 和自己的兄弟去打仗 所以這批新移民 就是元朝政府把他們安置在西北偏遠的地區 守了一百年元朝滅亡 再守多三百年明朝 去看明朝守著這個思路 他們天天去看《可蘭經》 《可蘭經》是阿拉伯文寫的 所以到了明朝的政府發現 這一批阿拉伯的人 在我們自己的地方住了幾百年 講阿拉伯話 阿拉伯的風俗 看著一本阿拉伯文的經書 都不知如何管理它 因此明朝的政府就說 要做一個民族的政策 就是 住在這個區的回教人 即是阿伊斯蘭教的人 是要講中國話 在明代的末年 明朝就做了一個德政 出現第一本中文的可蘭經 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其中回族的演變 所以在忽必烈開始 將歸化中國這班阿拉伯人 以及他的後裔 將他安置在靈下 甘肅一帶 成為一個回族的生活區 而去到明朝 就要逼他們講漢語 而也是逼他們看中文的可蘭經 而從此 就將這一批阿拉伯裔 的居民 是跟中國本身的 土著的人 去融化了 所以很奇怪 為何我們中華民族有回族 就因為我們要欠家產 結果忽必烈是成功的 忽必烈是守著這條思路 而你看到為何我們中國的回族 仍然保留到他們 這麼獨特的色彩 因為他們的同化程度不是太高 因為他們這個民族 衍生在中國都是幾百年 而一直以來 將他們孤立做一個驅榮 是讓他們自生自滅 但是這一班僱傭兵 其實是幫我們 所謂中華民族 守著這個西北的大門口 慈禧上面 燒個白色 如果你看回中國的陶瓷歷史 就是白柚演唐朝有 偏偏去到元代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們喜歡白柚 所以在江西景德鎮 大量燒一些和白色有關係的瓷器 例如宋朝有一種叫白中大青的清白痴 這種清白痴 就是白裏面大了少少藍或者綠色 這一件是一個仿金銀器 這條是一條龍來的 耳朵是一條龍來的 你會看到這個花口 好像金屬器皿有幾個瓣 去連在一起 另一個最大的特色 你看邊邊那裏有一顆粒珠 在中亞西亞從唐朝進來 叫做聯珠文我一直講過 有一顆粒珠連在一起 到元朝的時候 聯珠文開始退化 我們給他名叫絕珠文 就是一顆大粒的珠 變成一顆小粒的珠 一邊一邊一邊 一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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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一個不是中國的風格 就是進去中國 除了清白痴之外 在元朝 和蘋常常的薄珠既下 還有另一邊一邊一邊,是鈴白痴 這個鈴薄是鵝蛋 鵝蛋的色,鵝鵝卋 鈴白痴 因為蒙古人以白為吉式 那所以呢,他做的瓷器 還是燒的瓷器都希望是白 當然漢族人是用開白詞 但去到元朝因為統治階層那麼喜歡白色沒辦法 大量消白色 所以有清白詞 亦都出現了這個卵白詞 這個卵白詞 這件拍出來好像不是很白 但因為這樣的角度拍下去 因為它是透光 從這個透光你見到其實有暗花 即是黑了暗花文 暗花有龍有鳳有花位 甚至暗花上面是中文字 這個卵白詞 就是一般老百姓基本上是用不到 據那個記載 就是元朝的宮廷裏面一種祭器 祭字用的 的器具 或者 是皇帝賞賜給大臣的禮品 這個卵白詞 於是如果你在坊間見到真真正正的元代卵白詞 你知道是甚麼回事 比清白詞高貴 這是甚麼顏色 這個白色 青色 這個青詞 這個青當然是 我們青天白日的青就是藍色 但這個青是一個綠色 就是龍泉堯 直接說龍潮堯 清詞 在宋已經開始做 但去到元朝 發現 原來他都大量生產 是否傳承送詞這麼簡單 原來也有原因 原因在哪裏 伊斯蘭的信徒 伊斯蘭 伊斯蘭 於是 就要做很多青詞 就等於我剛才所說 那班阿拉伯的僱傭兵 如果去了靈下 他們用的餐具是甚麼 主要是青詞 蒙古人用白詞 如果是皇帝 就用卵白詞 一般老百姓用青白詞 例如 很簡單看這個瓶 這個瓶的造型很古怪 其實 它的色 是伊斯蘭喜歡的顏色 就是綠色 清詞 原代這個清詞 已經放棄了藍宋的清詞色 藍宋的清詞色 就是綠宗偏藍 我們叫粉青 到了元朝的時候 因為要符合伊斯蘭信徒的口味 就要拿走偏藍色 就一定要做一個順遂的綠色 做不做到一回事 但是這是目標 所以我們看到元朝的清詞 是不帶藍色的 是近綠色的 但是當然 如果到今時今日 成功燒到一個純粹綠色的清詞 是甚麼時代呢 就是明朝 洪武皇帝的時代 那個就是給朱元璋用的清詞 就真是很綠的顏色 這個是後話 這個綠色是伊斯蘭的反映 但是整個瓶的造型是佛教 佛教它是一個靜水瓶 即是供奉聖水 在佛的佛子裏面的供品 靜水瓶 這裡裝了一些靜水 這個應該有蓋 但是我們中國人 就一直附會 我不是伊斯蘭信徒 我又不是佛教信徒 我是一個地道的老百姓 那我拿了這個瓶 做甚麼 因為它整個造型好像那個吉 因此 農泉 那間廠很有頭腦 我做這個瓶 一定有顧客 你信伊斯蘭就買 你信佛也買 你甚麼都不信都要買 你要大吉 所以來年是甚麼年 雞年 雞年 普通話怎麼讀 雞 雞 雞 所以明年 希望我們大吉大利 這是甚麼顏色 情花 情花 而都不是幼稚園學生的大膽 青花池是哪兩種顏色 所以很多時候 我開玩笑而已 即是不是我們這行的人 即是我們熟悉美術的時候 就叫做藍白池 英文叫Blue and White Blue and White Blue and White 當然是藍白池 我們所謂內行 Blue and White 這個翻譯不合格 即是譯到藍白池 應該叫青花池 青和青池不同 就是藍色 青花池 那個老祖宗 在哪裏開始呢 很大爭論 現在這樣說 因為一講 要講幾個小時 但偏偏 在歷史上 青花池生產量 開始多 是甚麼時代呢 在元朝 在宋朝呢 基本上寄不到青花池 在唐代 我們在考古為止 發現青花池 但是量很少 那當然 當然 現在呢 在學術家裏面 有討論 就是說 青花池 它是起源於中國 還是起源於西亞 因為在公元八九世紀的時候 在西亞 等於我剛才說 大食阿拉伯 那方面呢 是找到 這種所謂 菇油 就是這個藍色是用菇 去燒出來的 就是一種有類 即是有下彩來的 那這個菇男友呢 在唐代的唐三彩 即是陪葬品那些瓷器 那些瓷器就有這個男友 但是那個不是有下彩 那個叫有上彩 都有些朋友熟悉陶詞 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 如果我們根據這個線索呢 即是說 這種 青花的技術 有可能是由西亞傳進中國 但是不成熟 所以進入唐代的晚期 偶然做過 但是不流行 所以宋代見不到 但是偏偏 流行的時代 就出現在 原代 為什麼原代流行呢 因為那個地方 是屬於中國 所以這個技術 就很容易進來中國 而我們中國人 用西亞這種技術 是合情合理 如果真是源於西亞 那麼我們中國做這些青花 就很方便賣去西亞 所以如果你去土耳其旅遊 你很多時候去參觀 那地方的土耳其 伊斯坦堡 那個皇宮 它收藏了百幾二百件 原代的青花池 全世界最大量是它的 為什麼去到那裡呢 那你現在知道為什麼 就是說我們中國的景德鎮 是燒了一大批青花池 就賣去西亞 但是另一個說法 就是說 這種技術 我們中國人自己發明出來 那有什麼證據呢 現在正在找著 那現在找到了 那很牽強的證據就是說 我們找到唐代的青花池 和西亞的青花池 是兩回事 就是它沒有一個影響性 也都可能是我們自己中國人 獨立去發展出來的 那這個論點 當然我們作為中國人 就傾向於這個龍檢 我們一路盡量去找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寫書立說 都說我們青花池 都是源於我們中國 就是中國人的青花池 源於中國 那當然 到到後來 全世界有什麼人 可以做到出色的青花池 也都是來自我們中國 在原明清 做得最好的青花池 就只有我們 住在中國的中國人 在原代 也都只有在中國的景德鎮 是燒到這麼出色的 有下彩的青花池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情形呢 就因為我們發現了 原代的青花池 用這個菇料 是叫做回回青 那顧名思義呢 這種回回青的青花料 來自哪裏 我不講的答案 你都知道了 不是國產青 國產青 是要到明代 去到青 我們今時今晚用國產青 就是本土產的青花料 但是早期在原代 開始是回回青 我們看藍色的味道就看到 這種回回青 很簡單 它的表面上看到是深藍色 是非常深的藍色 所以就是將這種技術引進來 好了 青花池是藍加白 就是蒙古人 那個蒙古包的顏色 所以 青花池在中國本土是不受壞鬼書生歡迎的 因為那些壞鬼書生 被蒙古人貶到九如十概 他為何會喜歡這個藍白 他有偏見 欺壓了這些漢族的讀書人 所以青花池只可以是 伊斯蘭界級 蒙古就是元朝政府裏面的高官 一般老百姓是不喜歡用青花池 這是歷史方面的生活的反照 所以元朝是造了很漂亮 另一類的青花池 不過 真正青花池流行於中國本土 就是始於明代 看回這隻碟 這隻碟中間 這是什麼東西 全面這些 後面看不到後面 只可以有藍色 看不到花 什麼都你說了 又馬又羊 四腳動物 不如說瑞獸 誰壽又龍又鳳又鳳 又什麼 兔仔又什麼 但唐朝政府禁兔子 他不讓老百姓或者兔仔 也不讓老百姓或者老虎 為什麼呢?讀一下書 虎兔多是打獵的 因為蒙古人是打獵的 他覺得打獵這個活動是蒙古人的專利 你那些懷鬼書生、漢族人就不要碰它 當然你不讓我碰,我靜靜去碰 就做一些毛牌貨出來 一樣有兔子,一樣有老虎 但肚子、老虎、花紋的工藝品 因為是老百姓做的,必定是什麼? 低蕩刺 所以你做鑑證文物就知道了 高蕩刺那些就不屬於它 因為原廚政府基本上是不想你們做 那這隻是不是一東西呢? 這隻是麒麟 元朝的麒麟 即蒙古人統治下的漢族人的麒麟 是什麼造型呢? 漢族人的麒麟造型就是龍頭 綠身 綠的身體 但是蒙古人在元朝的麒麟是什麼造型呢? 是鹿的造型 為什麼? 根據撒曼教蒙古族的原始宗教信仰 蒙古族的祖先是兩種動物 一隻動物就是蒼狼 一隻動物就是白綠 所以蒙古族 除了撒曼教以白為吉色 為什麼他喜歡白? 因為他的祖先是白色 他的祖先就是白綠 為何蒙古人喜歡藍色? 因為他的祖先是一隻狼 這隻狼是藍色 是蒙天的色 蒙天的色 蒙天的色 在蒙古族來說 他們的祖先是與天一色 是天上生出來的民族 嘩 所以蒙成吉斯是一隻蒙狼 在大幕上的蒙狼 就是蒙古族裡最偉大的狼 而這隻狼是藍色的 是與天同色 就是藍色的狼 所以叫做蒙狼 世界上沒有一隻狼是藍色的 只有我們中國人的狼是藍色的 所以如果你做到一隻藍色的狼 你是成吉斯汗的後代 所以 在工藝品上的花紋 他們不寫狼 因為成吉斯汗是他的老祖宗 是他偉大的皇帝 他們不敢寫狼 但他們寫狼 因為漢族人都喜歡一隻狼 鹿化身為麒麟 所以在明朝的歷史書上面 我們看到外國的視節是 最遵攻麒麟 是甚麼呢 原來那隻是非洲的長頸鹿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從書上面的插圖 畫了一隻鹿很長的頸 因此麒麟 在史書上面的記載是真實的 是兩個意義 現實的一隻動物 就是長頸鹿 你想想 長頸鹿 由非洲走到中國 這隻是誰獸 是真獸 是很難得的動物 是我們中國人 看不到一隻這麼有趣的動物 而這個動物是溫馴的 是符合了孔子所說的 麒麟一定是善良的 所以我們中國人 去描寫長頸鹿是麒麟 當然民間的信仰 我們不畫長頸鹿出來 我們畫了一隻我們幻想出來的 用龍和鋁和馬 混合成一隻麒麟 所以麒麟是一隻人獸 因此 剛才這隻碟 我們一看到 它是鋁的造型 一隻獸 動物 就是元代風格 當然有無牌貨 好了 我們看到這隻碟 這個花紋 這裡有一層花紋 這裡有一層花紋 中間有一層花紋 花紋是很繁複的 這種繁複的花紋 其實在宋代開始見 因為宋代北方 畫的裝飾圖案 開始去畫畫 畫畫是複雜 但這種構圖 這麼密集的圖案 又來自哪裡呢 我寫得太多這個字了 伊斯蘭 全世界到今天為止 你說的編見都好 最卓越的圖案 專家是來自伊斯蘭世界 全世界西方東方 哪裏都好 如果你說幾個圖案 是來自伊斯蘭國家 伊斯蘭文化 是世界上一個很結出的優秀文化 建築圖案 很多地方抄 我們中國人抄了很多 我們一定要正面去看 伊斯蘭文化 所以伊斯蘭有這麼豐富的天才 這班伊斯蘭的人 這麼豐富的天才 所以他創造了很出色的圖案 幾何文 什麼文 都好 都是來自伊斯蘭 因此他這麼厲害 所以他做的裝飾 是很複雜的 我們中國人 在做瓷器 就為了要迎合伊斯蘭的國家 伊斯蘭的信套 當然當時不是一個國家 都是屬於中國的版圖 做了這種風格 這種是伊斯蘭的風格 這種也是青花 但反過來 你看到的 就是藍底白花 藍底白花 是伊斯蘭的風格 所以伊斯蘭的地方 是喜歡用這種青花的風格 是反過來的 他和我們中國人 喜歡的花紋是藍色 底色是白 但是伊斯蘭 他說 我很好玩 我兩樣都玩 他又玩了這種 我們景德鎮的人 又去做 但我們不多 當然你看到 他的圖案是龍 我們現在 因為有個大蒙古帝國 我們在中亞西亞的 相同時代的工藝品 是看到龍鳳的圖案 是看到中國的屯花圖案 這種就是中國的傳統特色 影響中亞西亞 就是說 他們的伊斯蘭 他們的波斯文化 入了中國 而我們也外銷 我們的文化出去 這個很典型的伊斯蘭的風味 你看多複雜 中間這個圖案 就是一個寶相花 藍底 白花 海浪文 一層 兩層 三層 四層 五層 在古代 也都不是太久 一個刑罰是什麼呢 癡刑 癡刑就是打藤 這個最簡單的刑罰 歷來打藤 就是用十做單位 十的癡數做單位 即是要是打十下 要是打二十 要是三十 要是四十 所以你看戲呢 打你八十大彈 沒有說打你七十五大板 即是打個折頭 都是靜靜雞的 官判當然是八十 九十 一百大板 一定是這樣 但是忽必烈 他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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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寬人的皇帝 他就下了一個命令 不要用十 不要用十 他減三 等於七 所以在原代 如果你走入元朝的社會 七是一個不祥的數目 元朝 貴族 皇室 喪葬 是擺七件金器 所以七代表死亡 因此你現在點七碟菜都覺得一般 馬地 所以遇到七的數目 在原代來說 你覺得 壽型 從這一點去推論 一隻 這麼多層次的瓷器 是一隻盆 一隻瓶 也有什麼都好 它不會有七層的裝飾 所以這是一個貼士 如果你看到一件瓷在一個本裏 一路數下去有七 楊春堂是畫的 不過楊春堂適合一定不會畫 一定騙你 這個是毛牌 他不懂當時的文化 所以一定要避了七 所以元代工藝品上避了七這個數量 好了 我們看了伊斯蘭的影響 又看看我們地道的中國文化影響 在宋代開始 我們中國人一路就開始追求一個吉祥的希望 這個吉祥的希望 就是希望什麼呢 希望一連順景 一連順景 一連順景如何表達 很簡單 就是四季花 因此你看到我們中國人 譬如畫畫 為什麼經常有這麼多四季花呢 春天 桃花 夏天 一般是蓮花 秋天 谷花 冬天 就是梅花 或者茅丹花 這個四季花 每一個時季 開得燦爛 就是每一個時花開得燦爛 就代表當時一個好景 四時都好景 就表示一連順景 挺好啊 因此呢 由宋開始 就是四季花流行 但是到元代開始 就將這個一連順 就變為 很靚的名字 滿詞嬌 不是我作出來的 那些詩寫出來的 滿詞嬌 這個青花字 中間這個 在這個池塘上面 多數會見到鴛鴦 多數見到蓮花 如果鴛鴦 蓮花都不足夠 就很可能可以加上其他樹 梅樹 土樹 基本上的主角 就是鴛鴦加蓮花 這個就是滿詞嬌 那蓮花 在佛教代表 什麼 純潔 如果它寫茅丹 旁邊這些茅丹花 代表富貴 吉祥 鴛鴦 是很重要 在元朝流行這個 滿詞嬌裏面的鴛鴦 是代表什麼 代表夫婦美好 和諧 而這件事 細處去講 就是夫妻恩愛 宏觀去台 就是什麼 各族共融 藝術 符合政治的要求 非常好的統戰手段 滿詞嬌 任何人都喜歡滿詞嬌 所以滿詞嬌 在元代流行之後 明清都一樣寫滿詞嬌 有誰不喜歡夫妻和諾 有誰不想連生季子 有誰不想花開富貴 所以有誰不想花園裡有個連堂 連堂上有一對好鴛鴦 全部是符合地道中國人的思想 而這些就是來自蒙古的統治階層 一個花瓶 其實這個不是花瓶 一個酒瓶 是叫煤瓶 沒有一個蓋 一層兩層三層四層五層 沒有七層 中間這個我們叫雲堅 就是元朝流行一個復式 我看大戲看得多了 方遠昏和吳軍禮 通常是穿這件衣服 這個披肩 這個披肩就是雲堅 雲堅來自何方 伊斯蘭國家 中牙勢 因為它是一種披肩 引了進來 而我們中國人 將它變體 變成一個愚意的雲 這個就是民族的共用 民間 下面 其實這裡有六層 你看不看到這裡 前面那些 這裡有蓮花瓣 看到嗎 藍色這個 這個就是養蓮花瓣 就是向上的蓮花瓣 這個就是福蓮花瓣 你明白我說什麼 後面那些我會看不到 你知道我的意思 這裡有個花瓣的尖 那就是說 蓮花來講 這個叫養 這個叫福 那我們看一下 養蓮花瓣 顧名思義 它是來自蓮花 但是到元朝開始 這種蓮花瓣的圖案 開始變形 它是變了什麼樣子 就是變成這樣的樣子 而這個樣子 如果我畫得這樣的時候 如果一個人走進去 這個是清真寺的門口 是不是很精彩呢 元朝人將佛教的圖案 幻化為一個清真寺的造型 是將伊斯蘭和佛教混合 造成了一個誤會 就令到我們漢族人 以為一個偉大的智慧發明 沒錯 是很偉大的智慧 就是將兩個信仰走在一起 就是這個 清真寺的門口就是這樣 蓮花瓣也是這樣 但到元朝 它偏偏做了一朵大的蓮花 而裡面 就有花和火焰 火焰文 火焰文 噢 沒有東西看 時間就夠了 那這場戲呢 怎樣落幕呢 我們看著螢幕 幾千個蒙古的騎兵 穿著白袍 腰前藍布帶 手持白色的軍旗 手持的長刀 拉著火葱 拉著彈藥 一路往前走 打完一個地方 從幾千變成幾百 一路向西走 每一個地方就留下一班紅古人 去統治當地 由幾千幾百到幾十 一路打到歐洲 Atlant 從來 朱古兵 才是奇其旗的 將軍回頭,後面的路太遠了 對著所有蒙古兵黨,我們不能選擇 所以所有蒙古兵滿手為先血 是敵人的血,以及自己的血,眼裡流著眼淚,只有往前走 這條不歸路,他們只能往前走,走到那隻馬走不到的位置 這一場電影就落幕了,多謝各位 謝謝